神存在 讀经罗马书一章十八至十三 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 就算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 神的事情 人所能知道的 愿显明在人心里 因为神已经吸他们显明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永能和神圣是灵灵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 叫人无可推诿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不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分暗了 自称为聪明 反尘了如绝 将不能扭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 仿佛必流坏的人 摸飞琴 走受昆虫的阳色 宝罗在第十八节指出 神的愤怒降临 在那些不诚意有神 和任意而行的人身上 不过 如果人无圣经 人又怎知道有神呢 人怎样知道有神呢 第十九节就告诉我们 神已经藉着他所造的世界 清楚向人显明他的存在 我们所看见的宇宙和自然世界 显然是由这位造物主创造出来的 而且能够造出这个奇妙世界的造物主 更加一定是满后大能和智慧的 例如你到了一个渺无人烟的地方 你突然看到一座收拾整齐的房子 更加有一个美丽的庭院 你一定会说 原来有人住在这里 你虽然不认识这家屋的主人 对他亦都一无所知 但你一定不会否认一个事实 就是有人建造这座房子 有人悉心照料这个庭院 你怎样能够对护主认识更多呢 你必须主动敲门去认识这家屋的主人 如果你能够和对方结成朋友 就可以认识他更多了 同样 除非我们承认这个满天然之缘 有山有海 四季有罪的世界 必定是由一位造物主所创造的 我们才会开始相信 背后有一位神的存在 有人曾经说过 透过这个自然世界 就足以启迪古人 不应该胡乱敬拜受造之物 而不敬拜创造的真实 也都足以启迪现代人去否定无神物 而这样 我又如何能够对神认识更多呢 就是去主动认识他 圣经明明地说 若果有人敲门 神就必定开门 宝罗指出 有些人故意背离神 对他所做的一切毫无感激之心 第十一节 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 却不当作神荣耀他 也必感谢他 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 无知的心就分合了 甚至有些人 他们为自己制造某杖 将各种爬虫走兽 认作自己的神 但怪神不再理会他们 任凭他们互作非为 让我们来祷告 主要求你使我 尚全感恩的心 求你保守我 别任意而行